日常在嘉義市交到一街路口 發生兩台機車加速對隆 造成兩名上架擋設在地 嘉義市 消防局接通報後 隨著派稱救護人車只能救完 幸好兩名上架在警衛檢查後 意識清楚 不過自體有多處的切胸 在警衛治療後沒有死命危險 換其中一名路線上架頭部 機體接觸切胸 另外一台男生機車騎輸出 眼睛接觸胸 平下老闆跟機體切胸 結果另外再替兩人 正行最好處理治療三更便宜治療 那到了現場的時候 為兩部機車發生事故 那傷者都坐在地上 那其中一名男性傷者 他的右邊眼睛嚴重的血腫 那無法張開 那另外一名傷者也是 額頭有一個擦錯傷 那兩人都是肢體也有多處擦錯傷 那今天詢問 傷者表示他們剛才在路口 因為都沒有檢數 然後就不小心撞在一起 那撞在一起之後 他們兩個就有疊在一起 然後兩個人的頭部有發生碰撞 那我們進行我們檢傷之後 兩人均意識清楚 生命真相穩定 經濟上架表示 當時兩車在經過路口時 理事都沒注意來車直接撞到 幸好在有歷史民眾看到一套 加力救完航列 他兩個人在經過治療一套 並沒有生命危險 後來車外影由近方調查當中 先想到面前去吃彩虹不到 您好 我是衛生局的防禦人員 好 現在登革熱很危險的時候 高峰期 我們要預防登革熱配包的四個口句 尋到清刷 尋到清刷 對 經常去尋一下 看我們如果出去院子運動 就去看有沒有多餘的積水容器 尋尋一看 如果有的話就把它倒水 因為有一點點水 蚊子就會在裡面下蛋 減少那個積水容器 不必要的湯 我們集中來營掉 再來我們刷洗 如果我們有這水的湯 我們要把它刷洗一下 不要讓那個蟲卵附著在那個桶壁 遇到水裡的爆發 我們大家身體比較健康 好 謝謝 大哥你好 我是興趣的防禦人員 因為我們刷了很多我們的菜園 那就是有很多的水桶 因為有很多的國務管理 所以我們希望說 你可以像這樣 做一些比較大湯的 那個小湯的都把它收起來 剛才收到這樣 把你爆下去 就有個六萬的梅子扒起來 這樣一種管理 比較不會生的 真的好好的 那種那個蚊蚊 隨著自己的環境好 這樣開始沒問題 你好 感謝你 感謝你 各位鄉親 大家好 登革熱是由斑紋傳播的疾病 傳播的速度會很快 請大家要特別注重環境的清潔 如果有肺輪胎的地方要清除 否則應該打動避免積水 敏愧在這裡 拜託各位鄉親 一起動手清理家園 最好每天落實懸道清霜 共同創造乾淨的家園 登革熱的房子 大家一起來 所以請來 我們親身方的 一定 部那邊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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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